您好,欢迎每天听本书,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《非暴力沟通》,那这本书估计很多人都听说过,它的名气非常大,大到什么程度呢? 它被联合国誉为是全球非暴力解决冲突的最佳实践之一,在全世界的销量是数以百万计。 假如你现在上网搜索,还能看到一个特别有画面感的书评,说的是,这本书是一本让出版社编辑哭着读完的书。 不过,虽然这本书的名气那么大,但很多人对这本书其实是有一个基本的误解的,就连很多介绍这本书的公众号文章都犯过这个错误。 那这个误解是什么呢?就是很多人一看书名《非暴力沟通》,就以为这是一本讲沟通方法的书,是教你怎么说话的。 但是,假如你仔细看过这本书,就会发现,它讲的并不仅仅是沟通这个问题本身,它讲的其实是一个更深刻的话题。 那就是,怎么消除人心中的戾气,让人与人之间充满善意。 要想理解这个主题,咱们得先说说这本书的来历,这要从1943年说起。 那年,有一个犹太小男孩,全家搬到了美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。 本来以为新生活就要开始了,但是特别不巧的是,就在搬过去的两周前,当地的公园里发生了一起由种族冲突引发的暴力事件。 在这之后的几天里,又有40多人陆续遇害。 而更不巧的是,这个小男孩他们家住的地方,正好是冲突发生的中心,整整三天,全家人家门紧闭,不敢外出。 后来,好不容易等到骚乱结束,学校复课,麻烦又来了。 就在上学的第一天,这个小男孩就遭到了班上一些同学的歧视。 当老师点到这个小男孩名字的时候,有两个同学甚至恶狠狠地瞪着他说,说你难道是个犹太鬼子吗? 要知道,这还只是个孩子呀,在他的字典里根本就不知道犹太鬼子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。 而且这还不算完,放学之后,在课堂上瞪他的那两个大男孩又把这个孩子摁到了地上,一顿拳打脚踢。 要是一般人遇到这种事,会是什么感觉?那肯定是一肚子委屈,进而是愤怒,没准还得找个机会报仇。 但是,这个小男孩不太一样,他虽然也生气,但与此同时,他也因为这件事开始思考很多问题。 比如,为什么同样是遭受暴力,人与人之间的反应会那么的不一样? 有些人是满心的愤怒,只想着怎么报仇,但是有的人呢,在产生一些情绪的同时,也会往好的一面去想。 再比如,为什么生活中有的人特别容易因为一言不合就发生冲突? 而有的人不仅能够保持善意,还会积极地想办法,让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加和谐。 这个小男孩就在想,除了那些天生的脾气秉性之外,有没有什么后天的方法能让人达到这个境界呢? 也就是,在面对冲突的时候,能够消除自己心中的戾气,让人与人之间始终保持善意。 于是,他就开始研究,先是自己研究,后来又师从心理学大师卡尔·罗杰斯读了博士。 最终,经过几十年的潜心研究,这套方法终于被他研究出来了。 故事说到这儿,你肯定已经猜到了。 这个小男孩就是这本书的作者,马歇尔·卢森堡。 而这套方法就是你正在听的这本《非暴力沟通》。 1984年,作者卢森堡专门创建了《非暴力沟通》中心。 2006年,他获得了《地球村基金》颁发的《和平之桥》奖, 表彰他在促进人类和谐方面的突出成就。 2015年,卢森堡博士去世,而这套《非暴力沟通》的方法早已在全世界开枝散业。 说到这儿,你肯定也很好奇,这到底是一套什么方法呢? 其实,简单说就是通过改变语言来反向塑造我们的想法。 换句话说,过去我们都觉得人是先有想法再开口说话, 你的话代表了你的思想。 但是,根据这本书里提出的观点,恰恰相反。 很多时候,我们先是不经意间说出了一些话, 而这些话又反过头来塑造了我们的想法。 比如,有个特别有名的故事,说的是, 一个人带领的军队打仗总是输,打一场输一场, 那怎么汇报呢? 假如说屡战屡败,那就完了呀,没希望了。 但是,假如说屡败屡战,你看,这听着是不是有那么一点越挫越勇的意思, 给人的感受就变了。 再比如,有句老话叫,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,你看,这话说出来, 这个世界上就没好人了。 但是,假如反过来,叫可恨之人也许必有可怜之处, 你看,这话说出来,是不是感觉自己心里又多了一份善意, 对他人又多了一份理解,这就叫语言塑造想法。 而非暴力沟通的核心,就是通过改变语言来消除人们心中的戾气, 进而让人与人之间充满善意。 这也是今天的这本《非暴力沟通》要为你解决的问题。 那就是,我们到底如何通过改变语言来消除心中的戾气, 从而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 接下来,我将分成两部分,为你解读这本书。 第一部分,我们先来看看,如何掌握系统的非暴力沟通方法。 第二部分,我们再说说,系统方法之外,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关键事项,那些关键的控制点是什么。 好,现在正式开始。 既然我们的目标是要消除那些造成人与人之间疏离的负面因素, 那我们总得知道,这些因素它到底是什么。 作者认为,造成关系疏离的最主要的因素叫道德判断。 什么意思呢?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别人做了什么事, 总是喜欢给这个行为找一个道德层面的原因。 比如,看到有人在办公室聊天,就觉得,哎呀,这个肯定是在偷懒呢。 看到有人纹身,这肯定是黑社会。 看到公交车上,有人敲二郎腿,就觉得,哎,这个人真没有功德心。 简单说,就是我们看到一个行为, 就容易马上抽象出一个道德层面,或者是动机层面的原因。 认为对方这么做,他一定是有什么道德上的缺陷, 道德上的原因,或者是强烈的个人动机。 而且,这种判断,他往往出于一个人的本能。 要知道,人有一种特别发达的能力,就是自我验证。 只要你有一个猜测,你就会不自觉地去寻找证据, 去证实自己是对的。 比如,你正在饭馆吃饭,哎呀,身边这会儿走过去一个人, 然后你低头,哎,我手机哪儿去了,发现手机没了。 于是,你就怀疑,刚才从你身边经过的那个人, 他是小偷,就是他偷的你手机。 哎,你放心,只要你有这个猜测, 你肯定越看这个人,他越像贼。 比如,看见人家戴帽子,哎,就琢磨, 好人吃饭谁戴帽子呢? 那肯定是为了遮掩自己的长相呀。 哎,于是你再盯着人家看, 突然发现,对方不敢跟你对视。 哎,这说明什么? 那肯定是心里有鬼,做贼心虚呀。 要不然你怎么不敢看我的眼睛呢? 总之,当时发现手机丢了, 你是怎么看这个自己怀疑的人, 是怎么不顺眼。 等经过你一番分析, 都已经决定要报警的时候, 这个时候你突然低头一看, 原来手机是掉在地上了。 这个时候,你放心, 你再看刚才那个人, 保证你怎么看怎么顺眼。 戴帽子,说明人家注意形象呀, 不敢跟我对视, 说明人家有礼貌, 有涵养呀。 你看, 这就是人的本性, 那就是习惯性地对别人的行为产生猜测, 并且特别不容易改变。 于是, 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, 先是看到行为, 然后根据这个行为, 下一个道德判断, 然后再搜集证据, 来自我验证这个判断, 让这个判断进一步加强。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? 就是你观察到的是行为, 但是经过大脑一加工, 它就变成了道德判断。 显然, 这个习惯假如放到生活里, 就特别容易出问题。 比如, 老婆在家里看见老公, 看手机呢, 本来嘛, 只是看手机这么一个简单的行为, 但是, 有人就会给他加上一个动机, 叫, 你怎么那么懒呢? 就知道玩手机, 玩刷了吗? 孩子作业浮导了吗? 你看, 明明只是看手机这个行为, 他无形中就跟懒这个品性, 画上了等号。 而且, 听的人是什么感觉, 那肯定觉得冤枉啊。 你凭什么说过懒? 你看, 一来二去就这么吵起来了。 本来都是小事, 结果一来二去, 全都成了道德问题。 那听的人肯定觉得特别委屈啊。 而说的人呢, 其实说这些话的时候, 他自己也不痛快。 借用作者的原话, 这叫什么? 这就叫做, 一旦贴上标签, 就只能看到对方的过错, 看不到彼此的脆弱。 那么, 你贴的这个标签到底准不准呢? 它大概率上是不准的, 有两个理由。 第一, 是个成年人咱们都知道, 现实世界可不是演电影, 哪有那么多绝对的正派反派, 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, 那普通人什么样? 都是本性不坏, 总体善良, 但是偶尔会犯错。 第二, 假如你觉得别人在刻意给你使坏, 那你可以换个角度, 就是你可以想象自己再给别人使坏。 这么一换位思考, 你就会发现, 自打你动坏心思的那一刻起, 还没等别人说你呢, 你自己心里就会觉得特别别扭。 比如, 你背着别人打小报告, 你放心, 再见到这个人的时候, 你自己心里都发慌。 这说明什么? 要想专门给人使坏, 你要花费的心思, 脑力, 心力, 那个背后的情绪成本, 是远远超过你的想象的, 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了这种不踏实的感觉。 说白了, 使坏的成本是很高的, 从这个角度看, 好多事儿, 你以为别人是在使坏, 其实说到底, 它就是个误会。 当然, 这个道理你可能都懂, 但关键时刻, 遇到这种情况, 那就是忍不住会生气。 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大师, 史蒂芬·科维, 曾经说过一句话, 估计说出来, 好多人都中招了, 这句话说的就是, 很多人倾听的目的, 并不是真的想倾听, 而是为了听完之后怼回去。 注意啊, 这背后可是有科学依据的,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, 人的大脑里有两套系统, 为了描述方便, 我们把第一个系统叫做痛快系统, 第二个系统叫渴望系统, 这两个系统简单说就是, 痛快系统负责的是一个人痛快的感觉, 而渴望系统负责的是一个人渴望的感觉, 也就是说, 当你特别想干一件事时, 你背后的动机其实是分成两层的, 有的事是你干完之后觉得特别痛快, 但这个痛快是一时的, 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渴望, 比如两个人吵架, 其中一个人就总是有一种冲动, 觉得我要是骂他一顿, 这该有多痛快呀, 但是等你真骂完, 你放心只会越来越生气, 越骂越气, 这就是这套痛快系统的特点, 就是它很有欺骗性, 它会让你感觉你只要这么做, 就能特别爽, 特别痛快, 你看, 前面我们说的那个听完别人说话想怼回去, 那就是一个典型的有痛快系统驱使的行为, 但是另一个渴望系统就不一样, 它能关系到我们内心深处那些最深层的渴望, 比如我们都渴望被关爱, 渴望被倾听, 渴望被尊重, 那一旦这些需求被满足, 它可不是一时的痛快, 而是长久的满足, 当你在生气时, 其实这两套系统, 就是痛快系统, 渴望系统, 都在给你发射信号, 比如吵架的时候, 痛快系统会告诉你, 赶紧骂回去吧, 骂回去你就痛快解脱了, 但是渴望系统就会告诉你说, 不要这样做, 你内心深处真正想要的不是吵架, 而是一段美好的人际关系, 但是这两个系统的发射信号的强度是不一样的, 痛快系统的信号往往特别强烈, 它的声音很大, 完全盖过了渴望系统, 换句话说, 你并不缺少与人为善的这个动机, 你只是被这个痛快系统给控制了, 而我们的任务, 就是让渴望系统占据主导权, 这正是这本书要研究的问题, 那具体怎么做呢, 书里给的方案一共分成四步, 咱们一步一步来说, 第一步叫做不带评论的观察, 也就是说, 我只描述我看到的, 我关注事实, 但不随意评论, 你可千万别因为这个原则看起来简单, 就忽视它, 要知道, 在整个非暴力沟通的方法中, 不带评论的观察是最重要的一步, 借用一个印度哲学家叫克里希·纳姆提的一句话, 他说, 不带评论的观察是人类智力的最高形式, 为了帮你掌握这点,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小练习, 假如你方便的话, 可以这会打开文稿, 会看得更清楚, 这个练习就是, 接下来我会说三组话, 你可以判断一下, 哪个是评论, 哪个是观察, 第一组话说的是, 你真大方, 或者是我看到你把钱给了需要帮助的人, 你看这两句话, 第一句, 你真大方, 第二句, 我看到你把钱给了需要帮助的人, 哪个是评论, 哪个是观察呢, 显然, 你真大方是一个评论, 而后面那个, 我看到你把钱给了需要帮助的人, 它是观察, 那再来看一组, 张三真懒, 和张三每个月花十分钟打扫房间, 哪个是评论, 哪个是观察, 显然, 张三真懒是个评论, 张三每个月花十分钟打扫房间, 这是观察, 再比如, 李四爱拖延, 和李四只在考试前一晚复习功课, 那这两句, 哪个是评论, 哪个是观察, 显然, 李四爱拖延是个评论, 而另外一句是观察嘛, 好, 练习做完了, 你看, 这并不难, 对吧, 但是, 区分观察和评论, 这只是非暴力沟通的第一步, 那注意, 接下来重点来了, 就是, 你要基于你观察到的事实, 来表达你的感受, 再根据你的感受, 描述你的需要, 最后, 根据你的需要, 发出具体的请求, 简单说, 整个非暴力沟通的步骤, 就分为这么四步, 分别是, 观察, 感受, 需要和请求, 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, 我们说一个更具体的情景, 比如当你觉得生气, 恨不得吵起来的时候, 我们看看怎么用这四步, 来组织自己的语言, 去给予回应, 比如, 今天在单位, 有同事冲你发火, 说你这个工作干的是什么呀, 乱七八糟的, 那你恨不得马上怼回去, 别着急, 按照咱们刚才说这四步去思考, 那就是观察, 感受, 需要和请求, 你可以这么说, 就是, 你的评价, 我已经全部都听到了, 我感觉我的工作, 好像没有获得你的认可, 我想, 我需要做出改进, 来获得你的认可, 那么请问, 你能不能根据你刚才说的, 有针对性的, 给我一点更具体的建议呢? 你看, 这个表述, 整个语言组织起来, 那假如换了你听了这样的回复, 是不是感觉很难再生气呀? 同时, 这句话说出口, 你有没有感觉你跟对方的关系, 它发生了一点善意的转变? 其实, 观察, 感受, 需要请求, 这四个要素, 它并不一定要成组的完整出现, 它也可以拆开来, 灵活使用, 而使用这四个要素的关键就在于, 你心里面要清楚地区分这四件事, 也就是, 你要把观察, 感受, 需要请求, 这四个要素给区分清楚, 只要分清楚了, 你的沟通问题, 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改善。 我们来做个练习, 比如, 有一句话, 好多人都听说过, 那是哪句话呢? 这句话叫做, 多喝热水, 一般是女生会说, 哎呀, 我有点不舒服呀, 然后男生就回复, 说多喝热水, 你看, 乍一看, 这个话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, 但是, 好多情侣都因为这句话吵起来, 甚至分手了。 为什么? 因为你仔细想想, 就是当对方说多喝热水的时候, 他到底在表达什么? 多喝热水只是一个字面意思, 我们要去分析, 这个观察背后他所体现的感受, 需要, 到底是什么? 为什么? 你可以想想, 当女生跟男生说不太舒服的时候, 他想表达的到底是什么? 难道是希望你给出医生的诊断吗? 当然不是, 他想表达的是, 我希望你能抽出一点时间来关心我, 我希望获得你的关心。 那这个时候, 假如你回答多喝热水这四个字, 他显然体现不了这个关心。 为什么? 因为这四个字成本太低了。 你看, 这四个字, 多喝热水, 几乎是想都不想, 就可以随便打出来, 然后马上发送出去。 他背后完全没有体现你思考的成本, 更没有体现你的情感成本。 说白了, 就是这四个字的成本太低了, 它低到对方根本感受不到你的关心。 成本为零, 不用过脑子, 随口就能说出来, 它怎么可能体现你对对方的关心呢? 好, 说到这儿, 咱们已经说了, 造成关系疏离最主要的原因, 是随意对人下道德判断, 而非暴力沟通的核心就在于, 不要急于下判断, 要从观察开始, 并且按照观察, 感受, 需要, 请求这四个步骤去组织语言, 与他人沟通。 其实, 这套方法的底层逻辑, 不外乎就是两句话, 那就是, 你要摆脱动机论, 相信人性本善。 什么意思呢? 就是不管别人做了什么, 让你觉得不开心的事。 首先, 不要揣测动机, 不要觉得谁一定就是针对你, 冲着你来的。 其次, 你要相信人性本善, 注意这里说的, 可不是让你相信世界上还是好人多, 而是你要相信你自己, 相信你自己内心深处是善良的, 相信你自己, 不是一个会用恶意去揣测他人的人。 你看, 一旦切换到这个视角, 你就更容易唤醒, 非暴力沟通的四要素, 那就是观察, 感受, 需要, 请求。 好, 说到这儿, 关于非暴力沟通的整个系统的方法论, 咱们就说的差不多了。 当然, 除了前面说的这套系统方法之外, 作者还有几点特别的叮嘱, 这些叮嘱都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 咱们来一个一个说。 第一个叮嘱是尽量少跟别人做比较, 做比较这个事不难理解, 就是凡事习惯攀比, 你注意啊, 做比较本来未必是个坏事, 你看, 你看到别人比你好, 然后你才有动力去努力去超过他们呀, 但是, 假如养成习惯性的做比较, 那就不是好事了, 比如, 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, 从幼儿园一路一起念到大学, 那好得跟亲哥俩似的, 但是, 一旦不如社会, 比如一个人过两年, 当成科学家了, 而另外一个人呢, 还没找到工作呢, 你放心, 这俩人再见面, 肯定心里边不是滋味, 那个感觉跟过去就不一样了, 借用作者的原话就是, 做比较会在你意识不到的情况下, 一点点切断我们心中对他人的善意, 再比如作者还提到一本书, 这个书名很奇葩, 叫如何让自己活得很悲惨, 作者叫丹·格林伯格, 那么, 怎么让自己活得很悲惨呢, 其实方法特别简单, 就是做比较, 比如, 这本书的第一页就有一个练习, 就是让你看两张照片, 一男一女, 身材都特别好, 本来看到这都是俊男靓女呀, 心情挺美好的, 但是, 下一步你就不开心了, 就是在这个照片的旁边啊, 写着这个模特的身高体重还有三维, 然后后边还有一个空地, 这空地是干什么的呢, 是让你拿尺子, 把自己量一遍, 然后再把自己的身高体重三维这些数据填上去, 跟这个模特做个比较, 结果发现这个比较之后, 几乎是每个人什么好心情都没了, 好, 这是作者的第一个叮嘱, 叫做不要总是跟人做比较, 第二个叮嘱是, 不要打着不得不的旗号去推卸责任, 是什么意思呢, 简单说, 就是很多人一旦干了什么自己觉得亏心的事, 总会给自己找一个不得已的理由, 比如, 这本书就提到了一个真实的事, 说的是, 国外有一所学校, 要求老师给学生打分, 注意, 不光是要给考试打分, 包括学生的日常表现都得打分, 有一个老师就觉得特别烦躁, 他说, 我讨厌打分, 我觉得这对学生们来说, 没什么好处, 只会让他们更焦虑, 但是现在, 因为上面有要求, 我又不得不打分, 乍一看, 这个老师好像是站在学生这边的, 但是, 仔细想想, 他其实是在逃避责任, 为什么呢, 你看, 既然要求打分, 你就应该去想着, 怎么把打分这个行为, 变成一个对学生有帮助的工具, 对吧, 比如, 为了更好的打分, 你是不是要跟学生增进交流, 要更加观察学生的需要, 一旦发现那个学生分数有问题, 你是不是要马上想想怎么帮助他改进, 你看, 这哪里是简简单单的一句, 上级要求我这么做, 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, 哪里是这么一句话能打发得了的, 而且, 一旦你这么想, 就等于告诉自己, 哎呀, 我可以随便打分都无所谓, 造成什么后果都跟我没关系, 那不是我的责任, 是上级要求我这么做的, 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, 因此, 这本书的作者, 卢森堡博士就建议, 说, 我们从一开始, 就不要让自己使用这个不得不的句式, 要把不得不变成我选择, 比如, 以前说我不得不打分, 因为上级要求我这么做, 那你现在可以说, 我选择打分, 是因为我要借助打分这个工具, 让学生变得更好, 你看, 一旦把不得不变成我选择, 你就在不知不觉中, 主动承担起了一份对他人的善意, 因此, 要警惕不得不这个词, 它会让你放弃责任心, 一旦责任心都没了, 你跟他人的关系, 那肯定会越来越疏离嘛, 好, 这是第二个叮嘱, 就是不要轻易说不得不, 那作者的第三个叮嘱是, 你要学会鉴别情绪, 也就是, 你得正确认识自己的情绪, 我们经常说, 怎么才能有效沟通呢? 答案肯定是, 大家都理智一点啊, 潜台词就是, 情绪不是个好东西, 它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, 但是, 你要是真这么想, 那可就错了, 作者认为, 没有无缘无故的情绪, 情绪背后, 一定隐藏着某种理性的需求, 比如渴望被倾听, 被关爱, 受欢迎, 等等, 就像心理学家魏蓝老师说的, 他说, 情绪其实也是一种理性, 只不过是暗理性, 也就是在暗处发挥作用, 帮助我们做出合理决策, 但是你又意识不到, 比如, 你跟人吵完架之后, 觉得心里没有愧疚, 那在这个愧疚情绪的驱使下, 你再考虑, 要不要再去好好聊聊呀, 跟对方和解呀, 你看, 这个理性的行为, 在背后驱动他的, 其实是情绪, 你看, 情绪本身并没有错, 关键就是, 你能不能识别出, 情绪背后的潜在需求, 那为了帮你更好地理解情绪这件事, 我想引用一个观点, 就是来自另外一本书, 叫做《高情伤势练出来的》, 这本书里面就提到, 说人的情绪其实分成两种, 一种叫原生情绪, 还有一种叫衍生情绪, 比如, 你正在开车, 前面突然有一辆车病到, 差点跟你撞上,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, 肯定是害怕呀, 好, 这个第一时间被激发出来的, 害怕的情绪, 它就是原生情绪, 但是, 害怕之后, 紧接着你又会想, 哎呀, 这不是要人命吗, 这是谋杀未遂呀, 太客气了, 然后, 害怕就会变成愤怒, 你看, 怒怒症就这么出现了, 这个时候这个愤怒, 它就是由害怕衍生出来的, 衍生情绪, 你看, 原生情绪, 往往都是很正常的生理反应, 而且, 你也控制不了, 关键在于后面的那个衍生情绪, 你是有选择的, 比如, 当你生气的时候, 先想想, 哎, 这到底是我的原生情绪, 还是衍生情绪呢, 比如, 马路上有人违章超车, 你觉得生气, 那你可以多想一步, 我为什么生气呀, 在生气之前, 我的情绪是怎样的, 这么仔细一琢磨, 发现, 哦, 原来我并不是生气, 而是害怕, 为什么害怕, 因为危险呀, 所以怎么办, 我得更加小心, 避免危险, 千万别来什么路怒症, 再比如, 今天下班回家, 你发现, 爱人正在坐在沙发上玩手机, 头都不抬, 你觉得很生气, 说, 我都这么辛苦了, 你不做饭也就算了, 你居然还玩手机, 恨不得马上就吵起来, 但是, 仔细想想, 你原本真的是生气吗, 你很可能是累, 对吧, 觉得自己上了一天班了, 回家你的爱人, 肯定得嘘寒问暖, 问候两句吧, 所以, 你的原生情绪, 其实是失落, 是渴望被关心, 那既然这样, 为什么不开口直接说, 说, 我今天有点累, 家务就靠你了, 你看, 这句话一说出来, 那个感觉是不是不一样了, 说到这, 估计你也不难发现, 从原生情绪到衍生情绪, 中间主要就隔着这么一层加工,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道德判断, 为什么被人超车, 你的害怕会变成愤怒, 是因为你觉得这个人是故意的, 那为什么看见爱人玩手机会生气, 是因为你也觉得他是故意的, 故意贪图手机带来的那么一点点快乐, 而冷落了你, 你发现没有, 说了这么一大圈, 我们又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, 那就是, 一切沟通问题的根源, 其实都是源自我们本能的想象, 我们想象, 所有行为的背后, 一定有一个深思熟虑的意图, 一定有某种道德层面的原因, 那应该怎么改变呢, 说到底, 还是那句话, 你要相信人总体是善良的, 更要相信自己总体是善良的, 好, 到这里, 这本非暴力沟通, 就为你解读完了, 最后, 我想跟你分享一首诗, 这首诗, 是作者放到开篇的一首诗, 它的原作者, 是一位作词人叫鲁斯·贝本梅尔, 那作者之所以把这首诗放到开篇, 是因为他认为, 这首诗, 其实就是对整个非暴力沟通这本书, 特别准确的一个描述和总结, 这首诗的名字叫做《语言是窗或者是墙》, 它的内容是这样的, 你的话像是对我的审判, 我仿佛见弃于人, 备受责难, 在离开以前, 我想问, 这真的是你的意思吗? 在我愤然自我辩护前, 在我带着痛楚或恐惧斥责前, 在我用语言筑起心墙前, 请你告诉我, 我真的听见你了吗? 语言是窗或者是墙, 它审判我们或令我们自由, 当我说话, 当我聆听, 请让爱的光芒经由我闪耀, 我心里有话要说, 那些话对我意义非凡, 假如言语无法传递我的心声, 请你帮我获得自由好吗? 假如你认为我想责难你, 假如你感到我不在乎你, 请尝试透过我的语言来聆听我们共有的情感, 语言是窗或者是墙, 对, 这就是整个非暴力沟通体系的核心, 那就是通过改变我们的语言, 让它从一堵疏离人与人关系的墙, 变成一扇打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窗。 好,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, 你还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, 查试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, 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, 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, 恭喜你, 又听完了一本书。